發現前面的機車騎士 一路鑽來鑽去 立刻上前 大哥 大哥 那邊停一下好不好 好 明明就聽到了還蛤 但蛤歸蛤 下一秒直接落跑 一下大回轉 一下闖紅燈 連行人都不讓 驚險行徑 讓遠景也捏把冷汗 中間部公油加油站 但就怕他一路横衝直撞 危害其他用路人更可怕 要他停下來都不聽 就這樣闖紅燈 鑽車縫逆向 甚至連田間小路也騎上去 最後發現這個闖進去很母湯 因為前方是國道高速公路 逃了三公里自己束手就擒 不要跑了 不要跑了 你跑什麼 不要跑了 你以為我會酒啊 再來... 看一下 不跑了不跑了 原來是酒駕 其實桃園這一名正姓男子 早就是公共危險罪的壘犯 已經第六次了 明知道不能喝酒騎車 十一號下班前想慰勞一下 一整天的辛勞 忍不住嘴殘又喝 結果酒精效用發作了 一路搖搖晃晃 還以為不會遇上警察 但做壞事終究逃不過罰網 公共危險再添一筆 上銬帶回 TVBS新聞 廖宗欣謝倫 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